一輛白色休旅車出現在核電廠大門外 沒想到下一秒 休旅車瞬間被炸毀爆出火光 這裡是烏克蘭札波羅勒核電廠 當地時間四號 烏克蘭情報局發動攻擊 將這輛白色休旅車炸毀 駕駛身亡 根據外媒報導 這名駕駛是核電廠高層 但他自願與俄羅斯合作 還鎮壓烏克蘭員工 早被烏軍視為叛徒 而在俄羅斯西部庫斯克核電廠 當地時間三號也遭烏軍攻擊 俄羅斯痛批烏克蘭玩火 庫斯克核電廠是俄羅斯三大核電廠之一 儘管這次烏軍沒有擊中核電廠 但還是讓俄羅斯當局一度緊張